她是被称为当代武则天的重庆女老大 以开毒厂起家 放高利贷 售卖毒品敛财 为了使自己的利益不受损 甚至公然袭警 囚禁对方长达六小时 不仅如此 她的私生活也是十分混乱 常年包养十几名小鲜肉 供自己消遣 年龄最小的 竟与期相差二十岁 在当地黑道横行十五年 更是无人感触 那么她的背后 究竟有着怎样的保护伞 她又是如何一步步坠入深渊的呢 感兴趣的朋友们 还请点个关注点个赞 2009年11月3日 重庆谢姐一案开始审理 最终她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可这样的结果 让不少重庆市民不满 纷纷在门外 高举横幅表示抗议 这样一个女人 为何会引起众人如此愤怒 时间还得倒回到1963年 重庆市八南区 出生了一个小女孩 父母为妻取名为谢才平 谢才平小时候 家庭条件并不是很好 可她的父母却对其寄予厚望 不过后来的谢才平 还是让家人失望了 上学时 谢才平的学习成绩总是倒数 在学习方面没什么天赋的她 早早就辍学了 只有初中学历的她 运气还是不错的 惊人撮合 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文斌 也就是重庆市原司法局长文强的弟弟 刚开始的谢才平十分老实 婚后不久 就为文斌生下了一个女儿 之后就在家 开始了相夫教子的人生 后来文强的官职逐渐做大做强 谢才平展露头角的机会 终于来了 正所谓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文强飞黄腾达后 自然也不会忘了弟弟一家 于是谢才平成功被安排进了重庆税务局 要知道 像他这样没什么文化的人 想要进入这样一个人人厌慕的单位 绝对是上辈子烧了高香 谢才平很快开始了自己稳定的人生 照理说能够进入这样一个单位 应该知足才对 可人都有不知足的一面 谢才平也是如此 刚开始他也像其他人一样 朝九晚五的工作 可时间长了 他不甘于这样枯燥的生活 便在单位附近盘下了一家小店 开始经营起一家饭馆 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在那摆着 来小饭馆捧场的人络绎不绝 后来单位知道这件事之后 怕影响不好 就让谢才平停掉了 虽然饭馆没了 可他赚钱的欲望并没有停止 他开始看不上这个一成不变的工作 既然不开心 索性辞职不干 回到家后的谢才平 就搞起了自己的事业 他在自己家 开了一个小规模的棋牌室 邀请小区的大爷大妈们一起消遣 凭借着这个生意 让谢才平小断了一笔 同时也让他的独眼 在心中疯狂生长 他是被称为当代武则天的女老大 混迹黑道15年 袭警范部开赌场 甚至包养16名小鲜肉 供自己消遣 很快这样的生活又满足不了他 于是他正式成为了一名赌徒 可在真正的赌场 他还太年轻 没多久就欠下了一大笔钱 在赌场 谢才平见识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于是他叫上几名熟悉的独友 几个人一起合资开了一家赌场 为了安全起见 他们的赌场实行的是股份制 只针对熟客和股东开放 并不是什么人都能进来玩的 同时 这些人如果能带来更多的伙伴 也可以加入他们的队伍 坐上高位 很快 谢才平的赌场生意越来越好 可树大往往招风 没多久 谢才平的赌场就被举报了 这天赌场外来了许多警察 他们将赌场的所有机器收缴 还将谢才平等涉事人员带走调查 按理说 一旦被抓 谢才平必定会判刑 可没想到 没几天后 谢才平却像没事人一样 大摇大摆走了出来 当然 其中必定有文强的暗箱操作 回来后的谢才平 不仅没有痛改前非 反而继续重操就业 还拉来了文强入股 就这样 谢才平的赌场生意越做越强 甚至一连开了好几家分店 当然之所以能这么快开好几家店 跟里面的服务也有很大的关系 在赌场 除了一定会有的果牌酒水外 甚至会有美女提供按摩服务 不仅如此 考虑到一些瘾君子的感受 谢才平还安排专人购置毒品 供那些赌场里的瘾君子们享用 除了这些人员作为常客之外 谢才平还拉拢了不少高官 以入股抽取提成的形式互利共赢 而他能得到的就是自己赌场的安全 可谢才平毕竟只是个女子 他怕自己的身份并不能服众 于是便目无王法地非法购置一些枪支 再雇用一些刑满释放人员 成为自己的打手 以此维护赌场秩序和自身安全 后来谢杰也越玩越开 有次他亲自去收对方的高利贷 那人仗着自己有点关系不配合 于是谢杰便当场剁掉了那人的手指 在这之后再也没人敢惹这个女人 重庆江湖上逐渐流传起谢杰的名号 黑白两道更是无人敢惹 又过了几年 谢杰的赌场甚至开了80家 每年光利润就入账一个亿 她是被称为当代武则天的女老大 混济黑道15年 洗紧贩毒开赌场 甚至包养16名小鲜肉 供自己消遣 有了钱之后 谢杰正式开始享受人生 她先是购置了几套高档别墅 各种豪车奢侈品 说买就买 虽然有了财富 可时间长了也容易空虚 彼时的谢杰平和丈夫早就没了感情 夫妻两人名义还在 背地却是各玩各的 这让长久得不到满足的谢杰开始躁动 一次在KTV消费时 谢杰平看上了那里的服务生小罗 小罗年轻帅气的长相 深得谢杰的心 于是谢杰平便借着酒劲调戏对方 见到小罗没有拒绝 谢杰平直接让小罗坐身边服侍自己 这小罗也是个攀附权贵的人 对谢杰提出的要求是有求必应 当天两人就在酒店共度春宵 有了第一次的甜头之后 便愈加不可收拾 除了花重心包养小罗之外 谢杰平还隔三差五 和狐朋狗友出入会所 寻找自己满意的猎物 只要看上了 就直接将人打包带走 当然也有不谢权贵 面对谢姐的嗜好拒绝的年轻小伙 可一旦被谢姐看上 哪能这么轻易就走 于是不管是强迫还是自愿 只要能拔到谢姐的目的就行 完事后的谢姐觉得哪个让她满意 还会留下联系方式排上鞭炮 等自己哪天兴致来了再宠幸一番 据统计她的情人队伍多达16人 甚至年龄最小的和她相差20岁 果然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只要有需求就会有市场 谢财平夜夜升歌好不坏活 可这样的日子只是暂时的 必定不会长久 一次接到举报的民警乔装来到赌场 在被谢财平发现后抓了起来 囚禁了将近六个小时 期间对这个警察施以酷刑 折磨够之后 将其杀害丢弃 这一恶性事件很快在当地引起讨论 而谢财平还坐在家里 等着文二哥稀释宁人 可他不知道的是 文二哥也落网了 等待他的只有被审的这一个下场 谢财平终是用自己的权利和钱财 断送了自己的一生 而除了这个荒淫无道的黑帮女老大外 在权利和利益的驱使下 这样的女贪官也不在少数 有这样一位女贪官 她不满足于现状 以自己的肉体交易为升值跳板 在和上司通奸后 成功荣升高位 在职期间 敛财近1400万 甚至在被抓后 逼自己的丈夫自尽 感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为大家讲述详细故事